如果翌日想乖乖乖学有所成,你会有什么准备? 第一时间可能是搬屋线,股有万无三千,到现在仍然有不少家长会选择搬去传统名校网区域,就好像半山区或者九龙堂那样。 这些区份一向都是比较受家长客欢迎的,今集的放盘业主在十年之前都是这样想,乖乖乖乖未读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在九龙堂买定单位, 现在三个子女都已经读了中学了,可以放下心头大石,这个物业自然就功成身退了。 这层楼位于九龙堂的农景楼,业主叫价一千九百万,连车位放出来,是一个低层的四房单位, 继用超过一千尺,车车为一万七千九百多元。虽然景观是一般的,但胜在开析够阔落,而且环境称幼, 先看看,回来再分析。 传统的大宅装修,开析市井,尽量利用各个空间增加收纳量。 而圆关位为例,面积只有三十尺,就已经有两组入场的双层鞋柜。 走入客饭厅,空间阔落,有大概三百三十尺,二壶形的拱门分隔了客饭两厅。 客饭厅原本是L型开析, 但是为了让子女有个私人的学习空间。 就在这里更多了一间书房。 拉开屏风,就可以令整个厅更加开扬, 后面的窗还可以与露台形成对流。 这个露台比时下的新盘标准大一倍,有大概四十五尺。 不过景观就差点,外望附近的扭景有点压迫, 现时就加了玻璃窗,将它纳入室内范围。 至于近厨房的一边,可以用来做饭厅。 相信可以容纳到大圆餐桌, 要应付大家庭的聚餐都不成问题。 厨房设有三边工作台面,方便几个人一起煮食。 收纳可以依赖上下方的厨櫃。 这间开放式厨房,最特别的是这张吧桌, 除了可以招呼朋友之外, 平时煮完食,直接在这里递出饭厅都非常方便。 厨房门旁边还留了位置放冰箱, 亦都内接洗手间。 至于睡眠区,就设计在曲尺形的走廊里面, 用门去分隔,增加私隐度。 先见到主人套房,有110多尺, 同样都是望楼, 设有入场衣柜连电视柜, 剩下的空间, 相信可以放到三边下床的商人床。 主人浴室,由窗可以通风,设有浴缸。 客厨就位于两间睡房中间, 开职比较市正, 存物空间都多些, 不过就只有淋浴间。 走廊进头的大厦房, 尺寸和主人房差不多, 有近110尺, 放了单人床, 曲尺形的大衣柜和小书桌之后, 还有不少位可以走动。 卖点之一是两边都有窗, 其中一边更可以望到山。 对面的细碎房有大概86尺, 同样都望山景, 也都有大衣柜和层架, 预计可以做到单人房。 今次的业主开出1900万的叫价, 比起三个月之前, 同户型的成交高了1.6%, 当时大厦是一个中层向西南的流程比较高, 而且景观比较开荣的单位, 当时是1638万成交了, 即价为15400多元。 还要留意的是, 同期的楼市呈现跌势, 加上业主的买入价都不高, 都发现得到有空间减价。 单位在13年的时候, 以1180万买入, 赤价只是11000多元。 如果成功卖得出的话, 10年之间就升值了6成1。 跑营同期大市升幅大约是三成。 还有一件事, 我们反查资料的时候, 发现到单位是违反建筑物条例, 被屋宇柱颁布了清策令, 情况就是这样的, 做入伙的时候, 大厦的管理处在地下, 加建了一个厕所, 给管理处用, 而延伸出来的范围, 正正在放盘单位的窗外。 当时业主利用了这个潜建物的上盖, 加建出一个露台, 即是现在屋宇柱要求他清策的部分。 但即使丹麦有清策令未解除, 银行的股价都未有太大差距, 三间银行连车位的股价都是1800万, 股价不足只得5.3%。 但有一件事要留意, 就是单位楼零高, 有约57年了, 按揭年期最长只做到18年, 而且楼价不便宜, 新买家是要预备940万的首期, 以最高还款期18年计, 每个月供款6万多元, 月入要达到11万8才可以通过压力测试。 那真是不少。 其实虽然放盘的楼零不小, 但另一方面都有幼稀。 楼零大影响案揭乘数, 但因为环境因素, 都还有一班捧场客。 他们是住惯香港的楼, 楼宇又不可以太细间, 但又要交通方面, 居住环境是属于中低密度, 他们就会考虑旧楼, 如果旧北架山道, 上面那些是易得道的旧楼, 即是接近50年的楼, 那些客人通常都是去到四、五十岁。 除了居住环境之外, 楼宁比较大的屋苑, 未来亦都有被收购的潜力。 他们知道香港的旧楼都是有价有市的, 就不怕考虑购入旧楼, 住了十多年了, 博收购。 因为在上面旧北架山, 长江其实在和域台都收了很多物业, 等整个重建发展的项目, 也有些国内房地产都在上面收了几个地盘。 代理提到的九龙塘和域台, 对上一宗收购是2019年底, 发展商长实用了2600万, 买入了D座一个1300多尺的中层单位, 赤价19700多元。 单位是在1982年用了125万买入, 代理说市场上的顺盘已经消化得七七八八。 虽然九龙塘区现时有大概200个货卖盘, 但由于同区的业主的实力都比较强, 叫价相对硬正, 未必会受到市房不景影响。 因为九龙塘第一个供应量少, 第二大部分的业主都是中产以上的家庭, 他们的实力也较强, 也有些早年买下楼的时候, 他们已经去到20年楼, 大部分很多层楼都公園, 变成是市价而沽。 二月已经过了一半, 暂时录得两宗成交, 预计全月将会落后上两个月, 分别有七和八宗成交。 层楼被人钉了契, 很多时候令到业主很难卖的, 影响了买卖成交。 例如有清策令在新的物业, 新买家或者要承受法律责任, 申请银行按揭的时候, 都有机会受到影响, 这些因素都会令到买家却捕。 不过有时遇到个合心水的单位, 要放弃又很难取舍, 可以怎样保障自己呢? 看看律师怎样说。 业主欠债有业权纷争等等都会令到物业被钉契, 而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违反建筑物条例, 一般情况, 屋宇柱发现浅件物会发出清策令, 并会在田土厅登记, 进行查测的时候就会找到相关资料。 新买家为了保障自己, 决定买入被钉契物业之前, 必须了解清楚钉契的原因, 如果入面有浅件物, 就要与原业主商讨清策的安排。 比较常见和简单的做法, 是原业主会以低市价卖楼, 将法律和清策费等等责任转嫁给买家, 再以白纸黑字在买卖合约上高列明, 低市价的代价是买家负上相关的法律责任, 包括移除为例建策。 根据业权,由于清策的责任, 最终都会转移到买家身上, 第二个做法是原业主负责移除为例建策的相关费用, 并在林约上高列明, 但是买家就要承担一切的法律责任。 在临时买卖合约里面, 或者另外有一张纸, 就是一个附件来的, 就是说现在这个单位, 某一部的外墙上高贴着新鲜的构策物, 而这个新鲜构策物就是要第三方去清拆, 那时间就, 或者是预计多久, 但因为始终清拆, 而且要汇报回到区议处, 而等区议处去解除这个签建令的话, 都要一段时间, 就可以业主和准买家协议一个保证金, 然后这一笔保证金就会摆在业主的利息楼里面, 直到交易了之后, 原这个清拆令都已经叫做原本解决了, 万一转手之后, 原业主没有履行承诺, 买家就可以动用保证金处理工程费用, 同时要留意被钉卡的单位, 按揭上都可能会遇上麻烦, 银行仍然有机会批出按揭, 但可能会有一些加一些条件上去, 比较常见, 例如物业有一些签建的问题, 导致建筑物命令, 当中现在银行多了一个处理方法, 就是说他照顾理的案件, 但要求借款人要签一个保证书, 承诺如果日后当局需要清拆签建物, 又或者将改建方面还原的话, 借款人就需要负责做这件事, 以及负责有关费用, 如果借款人接受签一类保证书, 的话其实都多了银行, 他照审批那个案件的。 买楼之前, 记得向地产代理或者律师了解清楚物业的状况, 以及厘清责任, 尽量做到万劳一室。 请抽叙 前面進化 重新啟航